看到內地高考的成績課網 連大學都搶人搶不停 說的是北大和清華 直接搶學生 到底發生什麼事嗎 Sir 是呀 如果大家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有點奇怪 因為北大和清華是過百年的百年老店 竟然都要搶奪學生 我想相信現在 因為中國方面都追求一些尖指 即是說在一些考試裏面 在高考同一考試裏面 獲得狀元那些 如果能夠邀請到他進去自己的學校讀的時候 是會令到他們的學校的知名度 是會進一步鞏固他們的地位 我們見到由於爭奪過去太激烈的時候 在今年的時候教育部已經出了26條招生禁令 結果他們在私底下秘密互相角力 那個角力引發到北大清華兩間學校 竟然在四川發生罵截 互相在微博那裏指責對方 在招生的時候 就不擇手段 是存在欺騙 或者是用一些掌握金等等 誘惑 是那些狀元 去他們學校那裏 報讀 結果引發這場麻戰的時候就引發到 是全國都覺得驚奇了 作為那些百年學府的時候 竟然是出現一些這樣的街頭 好像街頭式的對話爭議 結果的確是太收交的情況之下 短短三個小時這些微博就刪除了 而有關方面也都為此作出道歉 就認為是他們這個 是反對不文明的招生行為 那都反映得到 其實有些人覺得這個 反而是一個好現象 如果不是 就大家都好像過去的做有36 不做有36 反而看到大家爭奪那個 狀元的時候 似乎 雖然那個手段來講 未必是這麼好 但是也都反映得到大家 積極向上那個 上進心來講 是反映無遺了